不过随着台湾反飞情绪越越高涨 现在在昭华有这么一间染诊工厂 因为老板担心厂内的菲律宾籍员工 假日出去会发生危险 于是柔幸劝说员工周休假期 尽量留在工厂里休息 工厂老板贴心叮咛 希望工厂内20多名菲律宾籍员工 能够尽量少出门保护自己安全 我们下半八点晚上不用出去外面 为什么会这样跟你说 因为外面现在有的人不希望菲律宾 飞机员工语气显得有点无奈 因为全台反飞声浪高涨 还传出飞牢遭到殴打 让彰化这间工厂老板好担心 柔幸劝说自家工厂内飞牢 就算遇到休假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待在厂内 少出门比较安全 要让他们安心 所以我有叫一些人来跟他们 叫一些欢迎和仲介来跟他们安理一下 说在这里可以安心的工作 专注眼神面对手上的工作 来自菲律宾的员工 珍惜在台湾工作的机会 虽然台飞情势紧张 但在台工作的飞机劳工们 既对于台湾民众的印象 还是感到相当友好 下班我也讲是台湾人很好 我给大家对台湾人的对付 言语间充满抱歉 在台工作的飞牢 希望这场台飞纠纷 能够尽快落幕 中天新闻陈梦辉 马维廷彰化开放报道